牧师师母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 我是晚期区浙阳小组的新语 因为家里长辈都是信传统信仰 拿上拜拜的 我以前都会跟着一起拜拜 或者是点光明灯 那时候都会觉得要生成八字是很重要的 家里长辈拜拜的时候 都要请那些偶像一定要保佑我 结果却因为工作一直在加班 原本我就有心律不整的问题 到后来因为一直加班导致身体很累 最后医生还说我那时候状况很严重 一定要马上手术 更因为这样的原因 还要休息将近一年的时间 那时候我同时还受到很严重的感情伤害 被背叛 那我整个人的想法都变得很负面 直到有一天我遇到教会的一位姐妹 她鼓励我帮我祷告 让我抽了一张恩典卡 恩典卡上面是写说我的眼泪是更美的祝福 天父阿爸说他要抱抱我 他安慰我鼓励我 跟我说他会让我从情绪里面得到示范 我的眼泪是圣灵的活水 要让我去感动每一个在哭泣的人 要让我的生命成为更美的祝福 感谢神在缩洗后的这段时间里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 我可以听到天父阿爸在跟我说话 那天因为一些事情很着急 当下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天父阿爸跟我说 我可以先停下来 不要这么急地去做事情 不要忙忙作造的 可以先停下来 让我可以先安静下来 还有天父爸爸让我每天都可以有吃的 身边的人都会买吃的给我 天父阿爸的陪伴 让我每天都是很开心很喜乐的 前一段时间我人在台中 只要放假我都会搭车回桃园 一起参加崇拜一起小组 当我要搬回桃园的时候 为了搬回桃园就要找房子找工作 结果天父阿爸为我安排好了一切 让我很顺利地就找到了房子 有一天去找工作的时候 有一家店外面贴着真人 那时候我就在犹豫跟天父阿爸说 天父阿爸我要进去吗 突然我心里有一个感动 就直接走进去应征 那时候就很顺利地录取了 感谢主虽然人生里面有苦难 但天父阿爸让我们走在一条 充满喜乐及攀望的路里面 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 阿们 好 谢谢欣宇姐妹